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你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叔老闆 您 您看 您 是不是能再考虑考虑 考虑考虑 我已经考虑很久了 不能再让我退让 不是 您 您看 咱们这个事故 您的车就坏了那么一点 当然 这应该赔 理所当然的 可是您看 我那车都不像样的了 必须得大修 我赚一年的钱 恐怕都赔不上了 是我让你来装的 我吃饱了撑着自己找装 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 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吧 您看咱们能不能协商一下 这 嬷嬷 想答辩 神学生 我赔死你 appreciation 我赔火 出门左转 我白除大便了 怎么了 怎么又不去了 有的 大便没有了 走 回去 我也没别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是不是能跟您协商协商 协商什么 是不想赔我的车 还是想让我给你修车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 您看您那个 赔车是理所应当的 那个精神损失费 是不是就算了 算了 那怎么行 不能因为看不到我的精神 就否认它的存在 我的精神受到了惊吓 我要求赔偿这是理所当然的 我为什么算了 我 我说你这个人 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呢 我不讲道理 你说我 我说的才是道理 冷静点 有话好好说 妈妈他们吵架我害怕 不怕啊 妈妈在 说不通 我跟你这种人我根本就说不通 说不通 说不通好啊 那就不用调解了 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 舒老板 这次都是我的责任 招事者也是我 真的特别抱歉 钱其实我也带了一些 就是不知道够不够 您看您能不能大人大量 就多担待点 我 我担待他 我 我担待他向您道歉 你看我们也都 不是什么有钱人 您要求那么多的赔偿 我们真的一下子拿不出来 妈妈 饿了 等会儿啊 等会儿妈妈给您买吃的 你们谈得怎么样了 吃饭的时间到了 如果没谈完 下午继续谈吧 队长 中午哪里吃饭 一起吧 不用了 你自己吃好就行了 好 来 小宝 快拿着吃吧 咬一大口 哎 妈妈 这个包子太大了 我吃不了 吃不完啊 没关系 吃不完剩下的妈妈吃啊 妈妈 你尝一口吗 妈妈不尝 妈妈喜欢吃馒头啊 来 喝喝 你先拿着 喝口牛奶吧 妈妈你 你喝一口 妈妈不喝 乖 乖 喝 嗯 好 这里风大 带孩子到我办公室吃吧 来 来一下吧 吃饭吧 来 来 咋子 黄总 黄总 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啊 好几家公司都打了电话 说是要跟咱们谈合作 这到底怎么了 凯申公司的副总亲自跟您联系 这可是大新闻哪 这帮做生意的真是行 耳朵尖鼻子疼 那我应该跟他们怎么说呀 什么怎么说啊 八字还没一瓶呢 八字没有一瓶 那咱也得说得玄乎点吧 小剑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激功精力了 黄总 您到现在还这么老实啊 这么好的机会不用可惜了 您再看看咱们厂子的样子 这是应该抓住一些客户才对了 那行吧 给他们说得虚一点 就是我们现在 正在跟凯盛谈合作的事情 其他的不要多提 不管以后怎么样 先把眼前这几笔单子 给他拿下来 好嘞 小剑 你给我去书店找几本 关于咖啡方面的书 咖啡 好 好嘞 除了线超 其他没什么好谈的 我也没时间总耗在这里 舒老板 我 我们真的一成拿不出这么多钱呀 这个我不管 我们国家的法律是健全的 不用我来操心 喂 哦 书品啊 舒老板 要不您看这样行不行 我们先把互乡车的钱付了 剩下的再说吧 什么叫再说 我的意思是说吧 咱们先把这个事故的手续了了 事故结了 我好回去修车 手续办好了 手续办好了 我到哪儿找你们人呀 您 您不能这么说吗 我跟您保证 我以自己的人格做担保 我一定还您的钱 人格 我知道你什么人格 你这人怎么说话呢 你就不能相信一次别人吗 我们是没有钱 可不代表我们没有尊严 喂 是我 舒平啊 您别着急 嬷嬷 我渴了 我要喝水 等会儿 等会儿妈妈给你买 喝吧 别去买了 谢谢 没事 来 喝吧 哎呀 我说你别生气嘛 他 好好好 我记住了 我记住了 好好好 乖师女儿 别生气了啊 照你说着做还不行吗 好好好 等一下啊 给 天条收好了 剩下的我尽快还你 尽快啊 尽快是多快啊 你能不能信我一回啊 我不会食言的 我说了会还就一定会 等等等等 我知道了 还有别的事吗 没事 我走了 没事呢 等会儿 这给你 这还是压你这儿吧 拿着吧 你万一要有个急用什么的 谢了 走 小宝 妈妈明天就要出去工作了 我要跟妈妈一起去 妈妈要起得很早的 小宝在家睡觉好不好 为什么要起得很早 因为早起的小鸟 才有虫子吃啊 是不是早起的虫子 都被小鸟吃光了 对啊 所以小宝 要快快地待在家好不好 可是小宝不想一个人在家 小宝 妈妈出去很早的 等妈妈回来的时候 小宝肯定还在睡觉呢 那我们让爸爸当早起的小鸟 妈妈陪着小宝一起睡觉 好 等爸爸回来 就照小宝说的办 好不好 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爸爸 爸爸可能很快就回来了 妈妈陪小宝回家好不好 来 小宝想妈妈的后背喽 我们家小宝越来越沉了 长大喽 我去哪里 小宝复 我家小宝太 我不想进去 我家小宝就知道 我去哪里 olon家小宝 我把真的难走 我不想进去 在家里 我家在家里 好 好 帮我加点辣椒 哎 老板 来个鸡蛋米 对不起 今天没有了 那我拿去吧 哎 明天的啊 好 谢谢啊 来 刺个饼 对不起 今天收摊了 明天吧 什么意思 我们来你就不卖了 瞧不起我们呢 不是 不是 小哥 我今天的面和鸡蛋 都已经卖完了 你要想吃的话 就明天 明天早点来 妈的 一臭摆摊的 你还在这么聊 有本事找有钱的脑袋 剩我这脑袋 你个死女人 我今天还就砸你了 站住 谢谢 够巧的 我住这附近 你没事吧 没事 你忙吧 那我走了 太好了 今天太高兴了 高兴什么 咱们和教管台 今天友好单位了 你说能不高兴吗 有必要那么高兴吗 教管台的花朵 可真不少 这 这小子 那是不是女搭档了 看上去 比照片上帅多了 闭嘴 赶强 小高 小高同志 有事吗 不是要表演吗 我们来舒平啊 可是一个高手 唱歌跳舞样样才好 你们俩可要好好配合 谁要和她搭档了 你们俩不是搭档的吗 对对对 舒坚这和咱们耿对 就是咱们两家清洁搭桥的 这就对了 理解万岁 你简直 好 好了好了好了 你们两个呢 是我们组的主角 好好表现哦 我们走啊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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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干嘛 我可不可以教你啊 我 我也不想学啊 那趁早上火 诶 小高 等等我 喂 小宝啊 爸爸 小宝听话吗 听话 妈妈呢 妈妈不在家 不在家啊 去干什么了 卖鸡蛋饼 妈妈做的鸡蛋饼可好吃了 听话吗 喂 明德 喂 舅 刚才小宝说的 卖鸡蛋饼是怎么回事儿 没怎么回事儿 我们倒挺好的 别听他瞎说 那我 我跟你说 我那个明天回来一趟啊 明天啊 你厂里走得开吗 没问题 哦 那好吧 你另外小心点啊 嗯 拜拜 喂 小鸡 小鸡 来来来来来 妈妈 是不是我们要接爸爸回来了 对啊 爸爸要回来了 哦 爸爸要回来了 哦 爸爸要回来了 黄总 喂 我跟你说 我明天要回家一趟 赶紧给我买张火热票 明天早上八点那一趟啊 这厂子里这么多事儿啊 还有好几个合约等着你去谈呢 没关系 客户这两天不正爱考虑吗 我正好见过插针 是不是嫂子出什么事儿了 不管出不出事儿 我都得回去看看啊 要是由于小姐问起来 我怎么回答呀 什么怎么回答 我的意思是啊 这于小姐天天都跟您联系啊 你这一不在 我要不要提嫂子呀 想什么呢你 想什么呢你 我的意思是 行了 行了 啊 他要是打电话来 你就让他打我手机 别给我推荐动就行了 赶紧去吧啊 是 黄总 小宝 小宝 妈妈刚才跟你说的话都记住了吗 记住了 啊 怎么说啊 小宝给妈妈学一遍 爸爸要是问小宝 妈妈每天干什么 你怎么说呀 妈妈没有买鸡蛋饼 宝贝 千万不能这么说 知道吗 你一定要跟爸爸说 妈妈每天都是陪着你的 记得吗 妈妈 说谎的小宝 会长长皮子的 不会 怎么会呢 妈妈是不是每天都陪着你的 是不是 嗯 对啊 那怎么会变长呢 不会变长呢 妈妈 爸爸什么时候来陪小宝 爸爸 妈妈回来了 就能陪小宝了呀 妈妈每次都 这么说 妈妈撒谎 妈妈 妈妈 妈妈没撒谎 啊 你看看妈妈鼻子变长了没 看看 啊 看看 妈妈 妈妈 没有办啊 啊 没长见是妈妈没骗人哪 对不对 小宝 你一定要记住了 啊 妈妈没卖记得没了 王总 来了 谢谢啊 王总 你快早点回来 我知道 其实 就是 行了 别歧视了 那么啰嗦 我还不是为你好吗 喂 那位 余小姐 好吧 哎 我就来 好 待会儿见 嗯 哎 余小姐 不能再喝了啊 喝得过多了啊 别喝了 别喝了 叫我婷婷 你该发酒 发酒 我也不行了 我也喝多了 你不喝是吧 是吧 那我喝 好好好 我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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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终于喝酒了啊 行了 很晚了 我送你回家吧 走 干吗呀 你怎么总赶我回家呀 不是 太晚了 现在 我不回去 我不想回去 回去救我一个人 我不想那么孤独 我 我要你陪我 别 不是 刘雨 别 别 别这样 别闹了啊 送我男朋友好不好 行了 行了 你喝多了 来 走 走 走 我送你回家 回家了 回家了啊 走 我送你回家吧 走 我送你回家吧 走 我没事 来来来 上厨厅慢点 来来来 上厨厅慢点 来来来 怎么回事 小姐怎么了 小姐 她 她 她喝多了 你不能把我 我想喝水 给我拿杯水 去拿了 好 来 来 拿点水 水 大姨 那你照顾她 我就先走了 好 不许走 好了 你别闹了 不让你走 你快 快快去睡觉吧 不让你走 行行 大姨 我们一起把她带到卧室去吧 走 走 来来来 起来 我不用你管 行行行 好 再 cocaine 在这楼上来 好 路上啊 先生 谢谢你了 不客气 阿姨 阿姨 那我就先走了 你不能走了 小姐要醒来以后她会骂我的 你叫我怎么办呢 你不能走 这个孩子挺不错的 脾气少搅了一点 你在这儿走 我给你倒手气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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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走 不要走 你坐一会儿 坐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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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倒茶去啊 坐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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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您呢 走嘞 不是跟你说了吗 学校门口不许摆他 学生多 车子多 哎呀 给你拿箱饼吧 不用不用了 你赶快收拾收拾走 好不好 快一点快一点吧 哎好嘞 我这就走了 有种水果叫胡佑 相信很多人都吃过 不过您有没有听说过清佑 估计听过的人不多 您想知道它是什么样的吗 我们一起到平湖去看看 这所谓的清佑 忍心用 水果店的老板说了 这可就刚刚面试的是 你醒啦 你没事了吧 你看我像有事吗 我昨晚没吓了你吧 怎么会呢 我又不是小孩 没有 我该走了 你急什么呀 洗个澡再换身衣服 不用了 都给你准备好了 拿着 这 这真的不用了 这有什么的 别扑我妈妈了 一会儿跟我接我爸去 你不是一直想见他吗 我说话算话 他回来就介绍你们认识 别磨蹭了 一会儿就迟到了 我爸的脸色可不好看 走吧 别磨蹭了 别磨蹭了 我银子 准备着 打抵着 去排银子 啃银子 嗯 爸 我给您介绍一下 这就是黄总 余东你好 黄总 九阳大余东 咱们走吧 咱们慢慢聊 好嘞 亲自见面 就让黄总来接就是黄总 余东 你太客气了 以后教我小黄就可以了 爸 咱们去吃早茶吧 定了老位子 都几点了 还吃早茶呀 那就吃午茶好了 反正都是你喜欢吃的嘛 还是我闺女好 黄总 一块去吧 他当然要去了 还有好多事情要聊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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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小张 帮我茶杯拿过来 哦 就放这边 嗯 哎 你好 哦 黄总啊 路上还顺利吧 啊 您没走啊 哦 好的 好的 我马上给嫂子打电话啊 哎 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 哎呀 怎么没有人看上我呢 嗯 谁的电话呀 没接到 没接到算了 赶快去收拾收拾吧 一会儿接爸爸要晚了 妈妈 我要穿漂亮一点衣服 好 你喜欢穿什么自己去找 好不好 随便穿啊 我也说啊 这次跟人家合作一定要愉快 千万不要耍什么小性子 而且这个活动呢 市里面领导也非常重视 等过两天啊 我和大队长一起去听你的汇报 嗯 知道了 台长 小宝 小宝 爸爸车来了 别乱跑了啊 来 看着点 我小宝的眼睛好使 好好看看啊 看看找爸爸知道吗 看见爸爸了吗 没有 那仔细看看 妈妈 妈妈 爸爸没有 来 再来 好 要是 我们哪儿 要是 有我们哪儿 要是 她最值得 客气 客气 黄总年轻有为啊 真可谓是后浪推前浪 我这把老骨头啊 再也不是年轻人的对手喽 爸 您就别说客道话了 月董 你看刚才 我那个厂里的情况 我跟您汇报了 希望你能够指点一下 指导谈不上啊 我是个外人 到你们厂子指手画脚 这恐怕不太好吧 月董 您太客气了 您是商界前辈 商界精英 听下您的指导 是有好处的 我这个厂子是个小厂 经验和资金都不是很多 虽然没有太多的盈利 但是 还能过得去 我也没有太大想法 就想能够 尽量地维持现状 这样 也对得起工厂里的工人 就这么想的 你们厂里边有这么一个好老总 真是他们的幸运啊 爸 你看明达说得这么实在 你就帮帮他嘛 你瞧瞧 你瞧瞧 你也跟我做了不少生意了 这生意厂上的事情 哪有那么简单 说帮就帮的 再说了 如果要是光是动嘴皮子 就能把事情办成喽 还要我这把年纪 你到处东奔洗泡啊 爸 瞧瞧瞧瞧 黄左 说起来啊 他可是一个堂堂的副总 骨子里啊 还是个孩子 一点心眼都没有 那余总呢 你刚回来 你早点休息 我先走了 好 抱 你这就走了 那个 常点还有点急事 我得回去一下 你先别 婷婷 别影响黄总的工作嘛 我知道 宋总总行吧 那余总 再见啊 好 好 好 再见 老板 三哥 你等我一下 好 知道 爸 你怎么那样对人家 我这刚回来 就给我来一出红门烟 哪有啊 人家都是好心 是你自己的 好了 好了 我的宝贝女儿 我还要谈一笔生意 你让我歇会 姑妈 我俩洗的衣服呢 在这儿呢 我今天晚上不回来吃饭了 妈妈 我就要爸爸吗 就要爸爸吗 妈妈 我要去接爸爸 妈妈 我就要爸爸 我就要爸爸吗 妈妈 我就要爸爸吗 妈妈 我就要爸爸吗 妈妈 小宝乖 小宝听话啊 妈妈 我好 妈妈坏 妈妈不是好妈妈 听话 小宝 妈妈 我就要爸爸吗 妈妈 我就要爸爸吗 乖 小宝 听话 我就要爸爸吗 妈妈错了 妈妈不应该放笔记 对啊 妈妈 要爸爸 知道 妈妈 妈妈耳朵不好 爸爸不是今天回来 妈妈听错了 我妈妈晚上给爸爸打电话 问他为什么不回来 一定问清楚 乖 我爸就是那个样子 你别怪他 做生意做久了 看谁都不像好人 不过你放心 我会劝他的 我没有怪他 那些东西我来拿吧 挺陈的 是该你吗 本来就是你的衣服 你都梦了 已经洗干净了 谢谢啊 改天我换下来给你送过去 送什么 就是给你买的 不用了 嫌不好啊 那你可以扔拉枪了呀 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田田 说心里话 真的很感激你 谢谢啊 就这么轻摇淡写呀 那 那要不然 我改天请你吃饭吧 对了 不过我现在没什么钱 请你去的地方 也都是些小饭馆 只要你不嫌弃 你生意做得这么不好吗 是啊 现在这个三角站太厉害了 我欠别人的钱 别人也欠我们 不像你啊 从小生活在秘址里 因为你爸这个大叔照着 不知道我们的苦 那你可说错了 我爸他跟你一样 栽过跟头的 可是越闯就越硬朗 这不也闯下自己的一片江山了 我妈就没有那个命好了 还没有享福就去世了 我爸一个大男人 又不会照顾人 我从小就跟爷小子似的 我看你爸对你挺好的 挺疼你的呀 那是他老了 就我这一个女儿 你没瞧听他以前 眼睛里出了钱 有我什么事啊 姐姐 好好孝顺你爸爸 别像我 想孝顺 都没有人可以孝顺的 我知道 你比我更惨 没爹没妈的 说起来啊 我也算笔上不足 笔下有余位 我还知道 你有老婆有孩子 我想知道的 没有打听不到的 知道就好 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我知道就好啊 你还记得我昨天晚上 说了什么吗 好 说什么 我昨天就想着 赶快把你送回来 妈也没记得 你少装傻 你忘了 我可记得清楚呢 你 你记得什么 我脑子糊涂 我心里可不糊涂 我要你做我男朋友 田铃 你刚才说 我有老婆孩子 别开玩笑啊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 有老婆孩子怎么了 我都不在乎 你还在乎什么 我就是喜欢你 我自己还有 好 再玩笑 叫我 哎呀 明达 总算通了 孝秋 我临时有点事情 回不去了 对不起啊 那你也得跟我说一声啊 你知不知道我们去火车站了 扣了个空 小宝特难过 我让小金打了 她没打 是吗 可能我没接着吧 你别说她了啊 怎么了 学会累了 要不然先睡觉 没事 还好 小秋 这么多年了 你带着小宝 我真觉得很亏欠你 行了 你别跟我说了 明天你自己跟小宝说吧 我知道 家里缺钱吗 我记一点回去吧 不用 不缺钱 我缺钱会跟你说的 你不用听小宝的 小宝什么话 没什么 没事 放心吧 挺晚了 你在这儿睡吧 好 那你也早点休息 知道了 拜拜 爸 怎么这么晚 我不是说了晚上不回家吃饭吗 还把爸爸当仇人呢 好 来 来 来 爸爸早就给你把可可 冲好了 怕凉了 用暖杯子一直暖着呢 黑点 谢谢爸爸 婷婷啊 关于你感情上的事 爸爸一直不敢于 当然 我也相信我的女儿 是有分寸的 爸 我不是小孩子了 我当然知道亲公了 配上我女儿的人 不多 我觉得能配得上就配得上呗 至少也不能是个结过婚的人吧 那 离婚的政策也可以取消了 谁让好男人都结婚了呢 我就是看上黄明达了 你这是跟我赌气啊 还是跟自个儿赌气啊 谁有功夫拿这事赌气啊 这是我们的缘分到了 什么狗屁人愤 爸 您急了 这可不像您的风格呀 有话好好说嘛 董事长大人 爸 我知道您担心什么 我也一直记得您说的话呢 看人要看清楚 不能让那些贪财的家伙 钻了空子 所以我肯定 黄明达绝对不是为了钱 他人好 而且呀 跟您一样有点死板 不过呀 你死板得还挺可爱的 我怎么就是看不出来呢 对了 至少有一件事您得感谢他 你不是不喜欢我抽烟吗 我戒了 你戒了 婷婷 你这次是来真的了 当然了 我既然选择了 就一定要得到他 爸 其实您身边 不也需要这么一个人吗 不是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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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个饼吧 阿姨 不要 大爷给您这个 谢谢啊 您等人呢 我饿了 那来个饼吧 我没带钱 没关系 您等着我给您做一招 来 来 坐这儿 在这儿等着小心油 别见着你啊 您住这附近啊 我忘了 您是不是迷路了 你想去哪儿啊 我好像从那儿过来的 从那儿来的 我知道您要上哪儿去了 您等会儿啊 阿姨 您先吃饼 您等会儿 等会儿我修摊啊 好 真好吃 好吃吗 真好吃 真好吃 您能得到台长 无措的评价 书银啊 你得锻炼锻炼的 要不然怎么能成才啊 谢谢台长的栽培 是 介于你 平时的工作表现 台里啊 决定嘉奖你 有这么好的事 是啊 准备送你出去撑造 真的 我什么时候跟你开过玩笑呀 两年啊 难道你指望两天就能回来啊 没有 台长 是不是 还有什么割舍不断的 对啊 总想在 受伤后 学会坚强 平凡的人们 独守着 闪亮 总想在 失望后 抓住梦想 明天的我 是否 是否 暂时飞翔 坚强 坚强 我终于学会坚强 那才是 幸福的方向 坚强 坚强 我终于学会坚强 那才是 伤 own 不能 驱夜 从想在 相遇 适应着 不可 灵 不以 降落 磨 我留着 倔强 人吻 你 总想在 分离 示 their zoom 查 其 就是 我是否真的地久天长 坚强坚强 我终于是会坚强 那才是幸福的方向 坚强坚强 我终于是会坚强 那才是痛向天旁的光 坚强坚强 我终于是会坚强 那才是幸福的方向 坚强坚强 我终于是会坚强 那才是痛向天堂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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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